这个是我的名片 我之前联系过梁先生 但他拒绝了我 所以我这次来 就是想正式地邀请梁先生 接受我们杂志的采访 董思言 对 就是我 原来这就是周然说的 那个新金女 我差一点就被他蒙骗了 还真是一副人畜无害 碎于静好的样子 梁太太 你来这么久 都还没给你拿个喝的 稍等一下 不用客气了 没事 我们家有一个上好的咖啡 我泡一杯给你喝 请坐 谢谢 我呢 平时没什么朋友 我只有一个闺蜜 她叫周然 在这个世界上 能欺负她的 只有她妈妈跟我 你让周然难过 就是让我难过 飞姐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告诉你 这咖啡可是大有来头 在我们国内啊 你是绝对喝不到的 喝一口尝尝吧 闻得就很香 我试试啊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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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一样 是挺不一样的 你知道这咖啡 来自哪里吗 它来自雅买加斯拉 雅买加斯拉 一看你就是不知道 雅买加斯拉 是个很小 很偏僻的地方 当地呢 盛产最优良的咖啡豆 虽然它盛产咖啡豆 但是粮食却是仰赖进口 换言之 这是粮食 比咖啡豆还要贵 当地人呢 喜欢养狗 但是又没办法 为它吃粮食 只好为它吃咖啡豆 猫屎咖啡 你听过吧 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猫屎咖啡 但却不知道 品质最好 最优良的咖啡 其实啊 是来自于雅买加斯拉的 狗屎咖啡 梁太太 你真的是 见多识过 这狗屎咖啡啊 喝法跟一般咖啡是不一样的 你呢 如果喝到狗屎咖啡的精华 你得大口大口地喝 让这咖啡呢 充分地遍布在你的胃里上 试试吧 就不用了吧 我刚刚还想说咱们投缘 但是现在你却拘谨起来了 我告诉你 这咖啡是很贵的 不来尊贵的客人 我一般是不会胖的 你这样 不是就浪费了一杯咖啡了吗 就是 这么好的咖啡 就不能这样浪费对吧 喝吧 你别这么客气 你别这么客气 喝吧 别客气 谢谢 大口大口地喝 再多喝一点 慢慢地咽下去 让那个咖啡的精华 不满在你的味蕾上 怎么样 好喝吗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 梁先生跟我们合作的事情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让我们老梁接受你们杂志的专访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太好了 我这儿有一份策划案 您先看看 策划案就不必了 你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叫周然吧 周然 老梁 长得呢 可能没有你高 但是比你漂亮 说是漂亮 就是那种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 你懂吧 我们家老梁 最信任他了 你让他来 老梁肯定没耳化的 好 打扰你了 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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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小菲- 在干嘛- 还能在干嘛- 上班啊- 你知道刚刚谁来我家了吗- 谁啊- 董思妍- 他去干嘛- 还能做什么- 不就是来抢工的吗- 我告诉你- 刚才- 他是碰枪眼上- 撞到我手上了- 他是碰枪眼上- 撞到我手上了- 还能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不就是来抢工的吗- 我告诉你- 刚才- 他是碰枪眼上- 撞到我手上了- 他是碰枪眼上- 撞到我手上了 - 然后被我打了回去- 我呀- 还请他喝了一杯- 加料的咖啡- 我告诉你- 吹复这种贱人呢- 你就是要以牙还牙- 一箭之箭- 我呀- 就帮你到这里了- 你呢- 千万不要再以为隐人嘛- 知道吗- 行了 我知道了- 哎- 画家那边- 你帮我说说好话啊- 啊 - 啊- 放心 交给我吧- 好吧 那我忙了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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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啊- 你有听过Era吗- 没有- 我不是说我帮你接了个杂志专访吗- 哎- Era 他现在是时尚最流行的杂志-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啊- 你不要那么死脑劲- 这对你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哎 - 你做人要圆润一点- 在这个行业才能做的长景- 我没有小态度- 我只是想做一个画家-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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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有没有去过洗手间啊- 啊- 洗手间怎么了- 堵了- 堵了 怎么会- 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都没有去上过厕所- 莫名其妙啊- 怎么会堵了呢- 好奇怪啊- 就这样堵了- 哎 那天哪儿 是我们的紧说 - 总是 Leah怎么多的中国的 弄好了 弄好了 知道是什么原因弄的吗 知道 是 是什么 就是垃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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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Era Era Era 我现在蛮有兴趣的 可以再讲一次吗 真的吗 是 好好好 我跟你说 那个Era杂志呢 是现在国内最知名最时尚的杂志 我是想说把你的话放到那个杂志上面 接受他们的专访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你的东西 哎 赵倩 那个文案翻译得怎么样了 虽然说我是在国外留学的 可是基本上都是去玩了 这普通的对话还可以应付 这专业性这么强的 我哪儿应付得过来吗 不是吧 你就做了这么点 剩下那么多 咱们来一起做吧 好 周仁姐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用力点 用力点 好 这样舒服吗 这边 这边 好酸呀 VIP的待遇 周助理 我刚跟主编说了 画家的事情我帮你联系过了 你可以直接对接 不客气 谢谢你啊 不客气 简直是太嚣张了 赵倩 嗯 我记得董小姐 好像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嗯 对啊 精通法语 啊 语言天赋不要太好哦 还论着做什么 还不赶快把所有要翻译的文啊 送给我 都在这儿来 就这么多呀 对对对 我再去找一些过来 多的是 进 董小姐 你之前说要帮我 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吧 当然不是了 听说董小姐 是法国留学回来的 精通法语和英语 我们部门有些文案 需要翻译 能不能麻烦董小姐 没问题 真的吗 太那些了 全部吗 董小姐觉得多吗 那我去找主编 找一个专门的翻译 哦 没关系 反正 我最近也比较闲 那 谢谢董小姐了 只不过 这些文案比较着急 明天能不能给我 没问题 谢谢董小姐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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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로找我 但有没有 为什么 这 你们 想了 那么 比如说 tsunami 好 卓妃姐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当然好了 有的人恐怕就睡得不好了吧 你怎么会睡得好 周助理 文件都翻译好了 董小姐 辛苦了 一晚上没睡吧 我这里有咖啡 要不要给你提提神 不用了 我现在听到咖啡就想吐 我的咖啡呢 可能不太一样 是来自雅美加斯拉的 狗屎咖啡 我这么做只是想告诉你 我这么做只是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你一个人会耍小伎俩 我的咖啡呢 思雅 思雅 我 你明知道董思雅身体不好 干嘛给他安排那么多工作 你就是在心事问罪吗 不是 我就是想问你 你让他翻译那么多文件干什么 那些文件都是没有用的 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说你满意了 你怎么这样啊 他让我失望了 我做什么事情都会让你失望 我跟董思琴出现问题 你永远站在他那一边 你为他比你善良 你让他失望了 他善良 我逮毒 恋愛中 更傻事總是讓人感到快樂 因為那是證明愛情的一種方式 以前 我覺得在愛情裡 不得善終是可憐的 今天我才發現 最可憐的 其實是不被需要 因為你連不得善終的機會都沒有 我一直以為我在他身邊 因為他需要我 現在我才發現 是我一廂情願地以為他需要我 而言 我的愛情就像是冰淇淋 無論如何 他終究會是我 竹然 怎麼在這裡遇到你啊 吵你啊 別鬧了 你來幹嘛 真的是吵你 我聽說你今天的事情了 怕你心情不好 那陪我喝幾杯去吧 我就不多喝了吧 要不然我們兩個都醉了 誰照顧你 你還真夠意思啊 那我也不醉不貴 你有心事嗎 我能有什麼心事啊 我媽都說我是一個 特別沒心沒肺的人 一個沒心沒肺的人 又能有什麼心事啊 有的人呢 不是本來就沒有心 是因為她把她的心 留在了別人身上 我說 顧舍友 是不是搞藝術的人說話 都這麼肉麻呀 你就說一顆心吧 她不一定是 放在別人身上了 也可能是自己弄丟了 你跟她表白了嗎 我跟她表白有什麼用啊 人家的風景裡 根本就沒有我 她的景色裡有沒有你 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相信 你就是一道景色 沒必要在別人的景色裡 仰視 但是有時候人就是很貪心 我就是希望 她在我的景色裡 有一部分的空間 可笑嗎 人之所以痛苦呢 是因為追求了錯誤的東西 你在別人景色裡仰視的時候 說不定 也有別人在你的景色裡 仰視呢 你不要在我喝醉的時候 跟我講這麼多道理 我根本就記不住 反正我知道 我的景色裡 誰也沒有 別人的景色裡也沒有我 是我 是我一直在你的景色裡 仰視 只要你回一回頭就能看到我 可是你卻從來沒有回過頭 沒事 讓你不要喝那麼多你不聽 我又沒有喝多 好吧我送你回家 你回家好好洗個澡休息一下 回家 我想起來了 我給我媽買的感冒藥 在公司了 我帶你回去拿藥 對不起顏顧盛影 總給你找麻煩 不要跟我說對不起 永遠不要 走吧 沒事我沒事 我沒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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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思源 這麼晚了 你怎麼還在公司啊 好 我回來拿點東西 周仁 白天的事情 我給你道個歉 我們都是為了伊拉好 不應該太計較個人得失的 我不敢接受你的道歉 我不知道這道歉之後 你還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喝酒了 你忙吧 我先回去了 等周然呢 是 看來你們兩個發展得還不錯 這還得謝謝你 謝謝我 因為你的出現 我才可以接近他 但你看起來 好像沒有很開心啊 因為你喜歡的人不開心 你怎麼開心得起來 就很矛盾啊 明明離他越來越近 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看到他難過 又會很傷心 但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 你今天怎麼這麼晚 我想完善一下策劃案 也可以幫榮萱多分擔一些嗎 他知道一定會很感動 我寧願他不知道 行了 你等周然吧 我先走了 陸兒小心 我知道你不能送我 加油 你冷靜 你看看我 你不能進去 你熱派 董思源 我回来拿点东西 这怎么回事 我真的检查过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 咱们一热杂志 下个月的选题 被爱胜提前给用了 你这样做 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这样做 老婆 我突然知道 我們只是上下級的關係 不知道主編以為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關係 沒有 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我也想給你一個建議 不要一直靠提醒活著 太累了 喂 喂 睡了吗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那个策划案我已经完善好了 明天就可以下达给各部门 拍摄和约稿了 好的 我知道了 你 你还有什么事吗 你呢 以后不要工作这么晚 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喂 谢谢 谢谢你能这么说 你能够认识一下吗 上次关心下属是应该的 对了 我刚才在公司碰到周然了 周然 她在公司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她好像喝了很多酒 对我态度也不是很好 对了 周然这个人吧 虽然脾气不太好 但她内心是很善良的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跟她计较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她计较的 我也希望 之后能跟她好好相处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 时间不早了 在这儿休息吧 晚安 来 换你 来 换你 慢点 真的没事 你真的没事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好吧 那你快点走吧 不行 我得扶你回去 不用了 不用了 别吵到邻居 都休息了 快走吧 快走吧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 真的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 干嘛 周助理 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能不能矜持一点 我当然没有你的私言矜持了 我是在跟你说话 你能不能不要扯到私言啊 你这么大声 就不怕吵到邻居啊 怎么了 说到你心里了吧 你今晚喝了多少酒 要你管 我是想告诉你 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酒 在外面不安全 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 是不是董思言跟你说的 你能不能不要 在屋里去哪儿了 不要什么事都针对董思言 我针对他 好 明天早上去公司 你就知道是谁针对谁 这 这 这男人 是不是见到漂亮的女人 脑子都不转的 用烦神经病 你说这董思言到底是得罪了谁啊 房间给弄成这个样子 听说连监控也坏了 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谁干的呀 你早上的女人就这样子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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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周人 我知道你是对我有意见 但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什么意思啊 这几天我对你处处忍让 能避则避 不是因为我怕你 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主编为难 没想到我的忍让 让你这样得寸进尺 他说谎 明明是他透公司的设计方案被我看到了 这什么意思啊 他透的 我现在怀疑 我们公司样看线路的事情也是他做的 还有上次走秀 高跟鞋的鞋跟 也是你自己掰断的 对不对 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胡说 谁胡说谁自己心里明白 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董思言自己做的 对 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言 在这里博同情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了我发现了他的阴谋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苦肉计 周人 我知道 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你跟主编之间的障碍 所以你才一直针对我 我听说 昨天你还因为我跟主编吵架了是不是 所以才让你这样的恼羞承诺 我恼羞承诺 我犯得着吗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 我嫉妒你啊 董思言 你到底有没有偷这次画家的设计稿 现在打开我的抽屉 就什么都明白了 美米 你去看看他抽屉里面的设计稿 好的 主编 找你 不信 证义 周人姐 发现什么了 一会儿就知道了 是这个吗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这不可能 昨天晚上 他明明已经把这个拿走了 主编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你不信我 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但是你喝醉了 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愿意相信他 他也不愿意相信我 你做了什么 昨天晚上四言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明白了 你一直都在信啊 也不可能 你这么说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他已经是了 我愛你 薛瑪還是不肯聯繫你嗎 可能是我傷害她傷得太深了吧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我打算做最後一次努力 重啟她的原諒 但是在這之前 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什麼忙 我想請你 幫我把這個交給薛瑪 這是什麼 這是婚紗 我來電視台 這些人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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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